并不是说每一次你喝醉酒了 假吃你就要出事 是吧 仅仅是存在可能的危险而已 实际上在之前 如果要是说15天拘留 拘役防范危险的发生 现在同样的行为上升到刑法的高度 有比较吗 谢谢 我也是非常同意这两位的观念 而且我非常同意王晓冬老师的观念 就是说对在这个 通通抓起来 不是我没说 就是只要你喝 只要你酒驾 你就一定要入行 不要给 不要给钻空子的机会 因为他这个法律是体现在 你之后的轻重 要有一个量刑 并不是说有什么情况 我算作刑罚 不算作刑罚 而且那位先生所说的 就是中国花这么大的成本 就是感觉成本 成本太大 做这么一个非常平常的事情 不知道 你得考虑到中国的现状 中国有这么多人 而且很多人认识不到这个东西的 这个东西的危害 他并不是像新加坡一样 是一个小 是一个城市国家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东西 要从根本上 就让大家认识到这个东西 我遇到过一个美国的一位女士 她现在年龄已经比较大了 她在年轻的时候喝酒 喝醉了 结果把她的那个终生禁假 再不给她发驾照了 所以我支持这个一律通人 不可以打折扣 必须尊重法律 这样维护我们公共道路上的这个秩序 好 谢谢 一定要把那是情节显著轻微的排除在犯罪化之外 这个在最佳这一块 它到底怎么能就算一个情节显著行为 中国这个人情环境下 必须是一刀切 不管什么 合法的库子可钻的话 钻也很重要 不正当大家都是废恨 我也废恨 我们更应该用重点 对她切得什么情况来了 一虎一细谈 将论更加精彩 我要审电30% 合理高效理性机 掌握中央空调核心科技 比普通理性机 审电30% 就用合理 考空调 合理效 亚美欧移民为留学打基础 亚美欧移民不宜居 亚美欧移民 工作 时尚 居家 都是生活 月星 心中的家 我是吴小丽 月星集团 品城经典 治愈未来 第八代索纳塔 遵从上市 北京现代 热烈庆祝中国地板控股有限公司 成功于香港联合交易所 主板上市 他不是作家 却为何数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唱谈美国摇滚教父 鲍博迪伦 后来才发现他在二十多岁唱的歌 他二十多岁已经是一个破嗓 两个中华圈最有名的破嗓 北海天文地产 环球人物周刊 今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枪枪是什么声音 不是这些声音 当然也不是这些声音 枪枪是凤凰的叫声 我们就是凤凰的叫声啊 跟我们一起枪枪吧 古锦固九特约之 枪枪三人行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安台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 一年内第三度神秘访华 并同时走南访北 参观多个国内大型企业 是向中国借贷还是取经 还是为幼子接班铺路 国内外媒体众说纷纭 何亮亮为你解读事件来龙去脉 表面上看只是单纯的阿易冲突 实质上则是美苏在背后力量的较量 回首第三次中东战争 五粮春时事亮亮点 星期一晚上七点二十分 凤凰卫视中安台 来委员回一个问题 委员刚刚刚其实他抛出了一个关键问题 他讲说其实这个事情来讲是小事 你用了这么大的成本来讲 是不是会觉得花了很多的很多的成本呢 您的看法请说 我具体简单的例子 为什么我在10年的时候向全国政协提交了这么一个提案 我想简单讲两句 当时08年12月24号在成都发生了一期 这个醉酒驾驶 孙伟明驾驶案 那么一省的成都中院 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判了死刑 我本人是孙伟明案的二省辩护律师 孙伟明案就是一个 就喝酒以后 撞死四个人 瞬间几个家庭破灭了 而我们当时的处罚是什么 如果没有造成后果 没有造成伤害 醉酒以后怎么办呢 最多居留15天 我们也看到 在当时的情况 有很多人对此根本毫无畏惧 为什么呢 15天甚至还可能给他发加班工资 有些单位就说 因工喝酒 你是因为单位的业务 老是用这四个字 因工喝酒 这种情形 你想能不能达到有效的震慑呢 不行 显然不行 这是一 第二 由于他的危害后果太严重 当时他的忏悔 他希望时光有倒流啊 但是不可能了 那么既然不可能了 不可能有倒流 我们是不是让更多的人 就在酒杯前能够止步呢 是不是 那么我想提出这个提案 刚刚提出这个提案的时候 应该说也是争议特别大 包括很多批评 甚至于批判的声音 也有人说我是重心主义 但是我一直是这么一种观点 我们一定要视生命为最高利益 谢谢 我补充一句 这个绝不会像他想的那么乐观 说是因为我们这个刑法一规定了 我们就完结了多久 没那么简单 绝对没那么简单 像他刚才说的 受益于这次情验 就居留15天 所以一般人都不怕 这个命题应该是假的 他在是过去我们执法是不利 如果在当时 也像现在这样5月1号 那么执法 也是这样执法的 也是这样媒体来报道的 你说怕不怕 就跟咱们不说了 因为现在已经是立法了 已经是误罪了 但是现在我前提一点 是刚才有的现在 包括那位现在说 他用了一个说 我赞成法律命中 要一视同仁 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现在我就想利用这个机会讲一点 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 我就想说一点 现在大家绝不要误会 觉得是最高法院 这么一表态 是不是这样的 就是法律命中不是人员平等 或者法律命中不是一视同仁了 或者是不是有钱的 当官的 他们就可以 跌脱了 绝不是这样的 我们说 在法院这个环节上 一定要 把那些情节显著轻微的 排除在犯罪化之外 这个是有利于我们社会的公共利益的 我刚刚参加了个会议 听最高法院讲 如果按照5月1号 这几天以来 这种执法方式 那我们马上我们这个经历里面 就光不下了 就是话外 这个怎么得了 你先说我举个例子 抢劫 我们刑法律的抢劫 从来就说行为犯 只要你抢他的东西 就构成犯罪 但是请问 我现在就抢他这个牌子 难道我就判刑吗 因为我是抢劫了 抢他的东西了 这个可能是一分钱 五分钱 实际中大家看 如果这样的话 肯定我不判刑 这个在最佳这一块 它到底怎么能就算一个 行劫潜出行为 我们看到媒体上 多数举的例子 比如说 它是被别人劝的喝酒的 这个就是涉及到 刚才我提到的 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 91条修改 因为91条修改 把最佳的行政处罚去掉了 那么如果说 再没有刑事处罚的话 那就会变成一个 什么样的结果 酒驾根据道路安全交通法 91条有行政处罚 酒驾20毫克 有行政处罚 最佳因为行劫潜出行为 不入行 同时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也没有行政处罚了 就变成这样的情况 这一块就没有办法处理了 对对对对 因为前面已经说了 追逐驾驶要情节恶劣 那能不能后面 说这个罪酒 我就可以把这个情节 行政处行为 还不大做一个无限制的解释 万万不可 特别像王老师跟他提到的 说我喝酒 是因为你劝我喝酒 这样我就情节行住行为 根本不劝 没有理由 没有理由 这个怎么叫情节行住行为呢 因为关起来你我 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 人家劝你 你可以说我不能去犯罪 这个肯定是不成立的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个现在在这个 可以说哈 我在这里坦率地讲 我知道思维越 也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 我跟他是非常矛盾的 我现在非常痛苦 由于他们这个民意的宪言 太强烈了 我们的立法就这么 就把这个规定进去 所以我非常痛苦 好谢谢 来请 我支持那个 罪嫁一例入行的 而且呢就是 当然 刚刚那个刘教授 这个意见呢 我要不要直接说 我们现在可能在严打的时候 可能管得比较紧 以后可能就轻了 对吧 就是因为中国人 不要讲人情嘛 所以在中国这个人情环境下 必须是一刀切 不管什么 只要是罪嫁 旧的入行 而且呢终身净嫁 如果不一刀切的话 就是这种情况 所谓的险阱经文 大家都会用 对 因为我们现在国家 这个公建法的 公信力非常差 对吧 如果不一刀切的话 它很容易走关系 很真诚 那我现在直接问你一个情况 我直接问你一个情况 如果就是你的身旁的 包括你老公 或者是身旁的人 就发生这种情况来讲 你会想去钻空子 想去解决他 帮他解决 脱关系 帮他解决 有没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 他罪嫁 有可能 有可能 对吧 还是有可能 虽然你 讲的说你是支持他的 但私底下 你还会透过人情 希望想帮他还 这很正常 既然有的合法的空子 可钻的话 那钻也很正常 对 所以说 在法律面前 不要给人钻空了 不见自封大家都是废恨 我也废恨 不是像你说的 这个是两码事 不见自封 我们是坚决反对 法律面前是一定要平等 对 仁慧兄 我知道 请大家体谅一下 今天站在这边的角色 是绝对是 跟民意当中 是比较 比较有很多的压力 但是我想 大家在这个时刻当中 也是冷静 一个月到现在为止 沉淀下来 就看看 怎么样让他完善 这才是我们的目的所在 请 谢谢 我非常赞同 就是刘教授的一些看法 我想在这里读辟一下西境 就是那边在讲说 如果是情为显著 情为者 就是可以不用入行 但是比如说 可以给予一些 比如说 采取美国的一些措施 比如说 强制他去做社会义工 比如说 做六个月 这个的话 就是要强制执行 我觉得这个对于他是 很有教育作用 胖姐同样也能发挥一定作用的 对 因为我们的监狱不够 而且我们的地方不够 现在我们 就是 确实中国的土地啊 是非常的有限的 我们不应该通过来 就是去 他要不住的监狱 他是不是就去住在美国了 不是 我就是说 可以给 就是我们 我们法律是希望 就是给他一种教育作用的 希望他能够认识到 就是醉酒驾驶的后果 是很严重的 希望比如说 可以让他去做义工 因为我们现在 很缺乏义工的 让他去 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好 谢谢 谢谢 等一下 王晨 王晨 王晨等你久了 王晨 你是做法官 做了十多年 是不是 不仅是监狱不够 法官也不够 他是这样 的确法官也存在不够的问题 现在大部分以为 法官都在办这个事情 不是这样的 他关键就是什么呀 我们现在恐怕就是 有一个中国大陆 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国情呢 就在于说 大家一旦说 有口子的话 就可能可以留给 这样一些人 你刚刚特别提了 留给这样一个 大家要担心这样一个 罪嫁官员 第一人 都是这样一个问题 关键就在于说 就像您刚所说的 会给一个观众 这个公众一个误导 就是有这样一个 情节显著 轻微的话 就留给他们 那我们实际上就变成 一个法律运行不平等了 但是我们实际上 刚才刘教授也说了 实际上我们要找一个 情节显著 轻微的一个罪嫁 很难的 包括王晨 包括王晨 这两张王牌 都特别点到了 你如果钻了空子 大家就担心 比如说刚刚讲了 初犯 他是初犯的 那能不能豁免呢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部分 罪嫁官员第一人 苏局长 苏局长 你抢到了个第一 是罪嫁官员第一人 那么这个案子 引起非常大 因为在这情况 大家想说 是不是就会钻空子呢 我们看他的情况 5月3号 他在四川 他是副局长 那么他罪嫁被查获 交警部门 按照性质划分 刚开始说情节亲吻 你看 就是刚刚所担心的 情节亲吻 然后呢理由 因公喝酒 这里头当中你看 原本是因公酒 也被处罚是1900 然后战扣 驾照六个月 5月3号发生的 其他的案子 我们发现在过去 这一步当中 其他的任何案子 都是快速审 快查 快结 但这个部分 5月3号 拖到了5月24号 恐怕是因为等到 我们衣服一下要谈了 这个礼拜马上就结了 你看5月24号